郑红怡泪崩嫁女儿连总统都到场。女儿超美长相受毒曝光。网友惊呼,完全不像爸爸。 一提到郑红怡,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适合与美人一同主持盘化性节目。 总是在镜头前大胆发言的她,背后却有一段藏在心底多年未说出口的秘密。 私底下的郑红怡非常保护自己的家庭,除了不让女儿、儿子曝光外,她几乎也很少向外界提及到老婆。 直到16年前,在好友的邀约下,才在节目上首度松口透露太太阿慧其实罹患了一种名叫被歇视症的罕线疾病。 妻子的病常引发自发性流血,所以更加不适合怀孕生子,但她仍冒着生命危险为郑红怡生下两个小孩。 看到妻子为了自己那么判命,让她不离感动落泪,更对妻子许下承诺,乃就是我要牵手一辈子的人。 没想到一转眼,郑红怡的女儿要出嫁了。 9日在台北万豪酒店洗嫁女儿,超多政界重量级人物都到场祝贺。 包括总统蔡英文,立法院长苏嘉全,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台南市长赖清德等人同坐一桌。 看着当年妻子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如今要出嫁了。 她眼眶满是泪水,在婚宴上感性向准女婿喊话。 我只有一句话,希望未来的女婿,你能够好好的真心疼惜我女儿,谢谢。 随后与女儿相拥而气暴,台下的宾客也不禁跟着感动落泪。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当时的感动氛围吧。 最后婚礼圆满落幕,但有不少宾客无奈透露,第一次参加喜宴要安检。 每位来宾进场前包包都需要翻开扫描,全都因为当晚所有重量级的政治人物都会到场。 有安检是对全国人民的负责态度啦。 另外,对于首次亮相的郑红礼女儿,有不少网友都赞叹。 超漂亮,完全跟爸爸长不像,恭喜恭喜,女儿好正。 恭喜恭喜,结婚是好事。 大家就别扯到政治了啦,真心祝福他们,百年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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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